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打開了 等一下 你確定要開 我手在吹電風扇 叮到了 你又叮到了 很痛 很痛 還有好吃的冰磚 很濃的牛奶味 你知道嗎 重點是 很便宜 然後帶你去看 迷死人全部不能吃的蛋糕 我要吃 好痛 好痛 另外我們還要告訴你一個 骨坑的年輕人 怎麼和一個法國飛來的阿兜阿 成為莫逆 然後創造出最好吃的 柴燒披薩 總之這趟旅程不只是 好吃的 好玩的 還有超棒的阿兜阿朋友 就讓芳瑜帶帶大家 一起遊台灣囉 雲林縣位於台西的中南部 江南平原的最北端 光緒年間 習有大量的全張級客家移民 一路開墾 光緒二十年 黎正元所住的雲林縣冊曾記載 百貨匯集六十城市 貿易之盛雲雨為官 俗人稱之為小台灣 而說到雲林的貿易 又以西元一九零六年的 盛唐時期最具代表性 早期在雲林有這麼一句話 先有虎尾糖廠 才有雲林的輝煌 唐都乃嬰兒得名 所以想要了解雲林 當然就得從虎尾糖廠開始囉 哇 很涼快的感覺耶 這裡呢看到大煙囱 你就知道是虎尾糖廠 可以說是全台灣最大的糖廠喔 那五分車呢就是以前啊 會從雲嘉南 把品質最好的甘蔗 用這個五分車呢 用這個火車頭 拉到這裡來製糖 而且還外銷到日本去喔 所以呢這邊做出來的 嘎冰真的很好吃 為了保留當年唐都的 一夜輝煌史 火尾糖廠將當年曾經的 滄桑印記 都保留在舊時的糖廠宿舍裡 不過尋根探員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這趟來雲林 其實是要找一個天外飛來的法國人 好 這樣五點個七十五啦 然後就可以了 5點個七十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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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看一下看一下 帥帥帥帥 又覺得有那種好帥 那這個褲子耶 所以呢我想啊 看到這個褲子耶 你就會想 哎呦 披薩一定很好吃對不對 不要我說 看一下我的右手邊 你看看 你看 你看 整條的人籠衛免也太多人了吧 你們都在排隊 排 是的 說到這家 親家兩北條的行動披薩店 在雲家地區可以說是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在地美食喔 而且老闆之一的這位老外朋友 正是我們這次來到雲林一代 凡事都得靠他的東道主啦 不過在正式拜碼頭之前 風雨得先了解 這排了那麼多人的披薩攤 究竟是孤民釣魚 還是都是滋味入門的人喔 問一下你好了 怎麼樣 你今天七種口味 你點了什麼 我點了燻雞蘑菇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會點燻雞蘑菇 因為它非常好吃啊 我覺得它各種口味都很好吃 你七種都吃過了嗎 我都吃過了 那你最愛哪一種 夏威夷跟燻雞蘑菇 夏威夷跟燻雞蘑菇 好吃在哪裡啊 其實最推薦的是披薩攪 因為它非常的juicy 非常的juicy 咬一口會有那個湯汁噴出來嗎 一定會 真的嗎 我等一下一定要試一下 排No.1的這位大哥 怎麼樣 你今天點什麼啊 我點了一個甜椰香酥 和燻雞蘑菇 那你等一下要帶回去給誰吃 一個人吃嗎 才會有這種身材是不是 你看看 也可以啦 帶回去全家一起share就對了 對 請問一下啊 你們也在排隊對不對 那什麼口味 好啦 爸爸來一下啦 爸爸你今天帶小朋友來排隊 那今天點了什麼口味 馬格力特跟夏威夷 知道馬格力特在一行的才會點喔 因為帥哥推薦 帥哥推薦對不對 帥哥老闆推薦 好 你想不想吃 你想不想吃 好可愛喔 你叫什麼名字 排隊排到被狗廢 而且不管你是遠中近早中晚 想吃披薩呢 你不僅得排隊 你瞧瞧啊 這特殊的號碼牌 還有慕名而來的人潮就知道 這家行動披薩攤啊 到底有多夯啦 好啦 排了半天總算輪到我啦 準備準備可披薩吧 耶 終於輪到我了 老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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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中文嗎 一點點 喔 沒問題 一點點 我的名字是Chris 我是French 我煮了披薩 我請你吃 我排到了 我剛剛點的是馬格力特 不好意思 已經賣完了喔 不好意思 什麼 你再說一次 不好意思 已經賣完了 已經賣完了 因為我們這個限量 所以賣完就沒有了 不好意思 老闆 我從台北下來 我又排了那麼多人 至少十幾個耶 不公平 我一定要吃 披薩 披薩 我的馬格力特 我又一個機會 哪個機會 哪個機會 可以 有多留一個給我是不是 有可能 人家都是一大塊 為什麼我只剩這一小塊啊老闆 這個是我們自己要吃的 剛好你來我們請你吃 因為這麼遠來 沒有讓你買到 這個請你吃這樣子 我還以為原來雲林的 都那麼不夠意思 原來在這個小地方 感覺還蠻貼心 自己要吃啊 買不到 我排了那麼久 買不到圓圓的一個啦 一小片她說要給我吃啊 怎麼這樣子啊 本姑娘我告訴你 這已經無關氣貌了啦 台灣人說 看得到就要吃得到 吃不得就要真愛油 奶油聽不懂喔 來 老外的台語時間 來就是氣節的意思 牛就是受挫的意思 唉 排了半天啊 姑娘我還幫你們 向排隊的人虛寒問暖 現在跟我說只剩這一片 哇 哇 聊勝於如啦 課完之後套去北京人說的 姑娘跟你沒玩 還是吃啊 這是我們的晚餐呢 這個就是剛才我排在前面的人 都跟我說一定要點馬格力特 你知道嗎 果然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雖然只有這一咪咪而已 可是 他們的番茄好多汁喔 就感覺烤過之後呢 那個汁就跑出來 然後再吃一口 可是 這一位先生怎麼稱呼啊 Chris是我們的主廚 主廚是不是 Chris 欸 主廚 這些都是你做的嗎 我們 所以我們一起做 真的還滿有特色的 真的有那種異國的風味 可是呢 我覺得吃一塊 你看我排那麼久 好像不太夠耶 怎麼辦 沒關係 明天你早點來 我想要吃一大片的 我好不容易從台北下來 為了彌補你 我帶你到雲林 各個好玩的地方 好吃的東西 我帶你去逛一逛 了解我們雲林 真的嗎 對 Chris也可以陪嗎 帥哥一定要 好不好 走走走 看到沒 出門在外 絕對是一種不變的 金科玉綠 而且呢 錯有錯折 抱著這樣的信念 待戰必然絕對的美好 你看啊 本來只是找一個Chris 生得多一個阿翰 那兩個帥哥做陪 今天真的是太順利了 所以很多外國人呢 都是留在台灣 都是在北部那種大都會 你是因為這邊很像你們 法國的感覺 所以才留下來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因為我住在Provence 我覺得 country style比較好 嗯 比較好 可是說到這邊 這邊到底是哪邊啊 這裡是我們雲林 古坑地方 這是很有名的蜜蜂故事館 這邊很有名 可以來看看 真的耶 有一隻好大的蜜蜂 可是我又不是小朋友 為什麼要帶我來蜜蜂故事館 這個地方不只小朋友可以玩 大人也可以學東西 沒錯 所有喊出不純砍頭的蜂傷啊 據說有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假的 不過位於雲林的蜜蜂故事館 則拍胸口保證 不必砍蜜蜂的頭 他們也可以擔保 這裡每一滴蜂蜜都是純蜜 而且啊Chris告訴我喔 這裡頭呢 竟然有皇室御用的蜜種 太好了 佔地這麼大的蜂館 撈個兩滴應該不難 哈哈 開心啊 好恐怖喔 對啊 蜜蜂故事館 這裡面OK嗎 會不會像這裡一樣恐怖啊 差不多 差不多恐怖 啊 要打開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確定要開 我手在吹電風扇 好痛 好多口泪啊 很濃的牛奶味你知道嗎 重點是很便宜 你騙我 他跟我說裡面很恐怖 我看這感覺上蜜蜂故事館好像就是那個養蜂場嘛 哈囉 妳好妳好 妳是芳雲美女嗎 歡迎歡迎 很歡迎妳來 我們是這兩位是我雲林在地的朋友 他們帶我來玩的 你們是好人 這就是好人 而且他們是很好的手藝的男人 因為他們 我知道他們在芳光園有那個很好吃的披薩 都要排很長很長的隊才吃得到的 看來你們真的是名人喔 加油 對 名人 Narudo 火影忍者 啊不 我這是說到哪去啦 不過呢 看來Chris和阿翰這兩個大男孩還真是披薩界的名人喔 走到哪呢都有人認得 而且最讓我驚訝的是 原以為所謂蜜蜂故事館只不過是賣蜂蜜的地方 沒想到內部空間的規劃如此嚴謹 而且接待我們的黃小姐是個非常親切的人 既來之則安之 逛逛再說囉 哇 有沒有 真的沒有騙你 有好幾萬隻的小蜜蜂在歡迎你們 而且呢 我看你們是不是很幸運 今天你們是幸運的 怎麼說 你看蜂王出來殘暖了 這隻最大隻這隻 這隻中間蜂王的肚子超出牠的翅膀三結 而且蜂王出來殘暖的時候 旁邊會圍一群普玉蜂喔 一直圍著牠 對 像女王一樣拱牠 對 這黃小姐說其話來細柔細柔的非常好聽 不過這也難怪啊 因為她告訴我們整個蜜蜂故事館 手中資訊和教育的傳遞 而且呢 來的都是戶外教學的小朋友 或是全家出遊的家庭旅遊 在這裡不光是資訊的提供 接下來好吃的蜂蜜就要上桌囉 哇 這個 晶瑩剔透耶 琥珀色的顏色好漂亮喔 對 這個就是龍眼蜂蜜標準的顏色 它是深色蜜 所以礦物質含量比較高 而且它聞起來 蜂蜜的清香很優微 這是哪邊的蜂蜜啊 這個很珍貴 這是我們從泰國清脈進口的龍眼蜂蜜 因為我們創辦人她家族養蜂三代六七十年了 在二十多年前就去泰國養蜂 所以 這個 你不要小看這一杯喔 這個泰國皇室御用的蜂蜜 就是我們這個 泰國清脈龍眼蜂蜜 蛤 你說 在泰國是給皇室才能吃的就對了 真的嗎 一般也可以吃 但是泰國國王他們吃的就是我們的 就是這一款就對了 趕快趕快 這是純蜜的特性 對一點點 好 我試喔 對 這是圓蜜本身的味道 那龍眼蜜就是最香最甜的蜜喔 而且泰國龍眼蜂蜜 它在世界評比前三名 其實它評比很高 因為環境很天然 黃小姐說 好的蜂蜜甜而不膩 入喉時清香飄散 潤沸爽喉 而且啊 假蜜跟純蜜之間的妹妹嘎嘎 內行人一眼就能看穿了 它的泡沫顆粒就是會比較綿密細小 不容易消散 然後它湯汁雖然是透明的 但是看起來會有點霧霧灼灼灼 因為它有花粉微粒的關係 那假蜜會怎樣 假蜜它的泡沫顆粒會比較大 比較像汽水泡沫 對 一下就散掉了 明瞧又上了一課 不過這純蜜固然香甜 得來全不費功夫 還是少了一點付出之後的美好 二話不說 咱們自己採蜜去囉 我們三個新手養蜂人來體驗 怎麼取蜂蜜了 主任 我們現在這個裝備呢 是什麼樣的用處 這是專業的養蜂帽 你有注意到嗎 它的這個帽子上面是光滑平面的 對 這樣子蜜蜂才不會 如果鑽到頭髮裡面毛茸茸的東西 它最討厭的 鑽進去一定開始叮你了 而且你知道我發現啦 我們三個新手養蜂人 有一個人非常適合這個造型 看一下他 酷吧 超 他的臉超適合這個造型的 好啦好啦 這個是幹嘛的啊 這是燻煙器 來 燻煙器就是可以 我們要打開蜂箱之前 要先把這個門口 這個小蜜蜂燻一下 所以現在這樣噴是讓它怎麼樣 安靜 這個是要分散做的 所以要打開了 等一下 妳確定要開 對 我有一點害怕 妳看它也是啊 我沒有錯 妳的汗流的比我還多 安靜 妳確定要開了嗎 妳的汗流餘下 妳確定 妳確定 開 不用擔心 它很溫泉的 哇 好多喔 最近它現在還蠻乖的齁 剛才隔著那個壓克力板 還覺得沒那麼恐怖 現在超級無敵多 成千上萬隻耶 而且妳看 這個就是它的圍張建築 這是什麼啊 小蜜蜂身上有蜂餡 它會蜜蜂來蓋這個蜂巢 就是想要多放蜜蜂 所以我們在等你蜂箱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拿掉 你看它啊 說拿就拿 完全不當一回事 我告訴你 蜂魚天生反骨 不喜歡認輸 接下來就讓你們知道 什麼叫做大膽魚 可是旁邊有蜜蜂耶 直接拿起來嗎 對 拿起來嗎 對 好很棒 記得不要掉了 有一隻跑到我的手上 好你不要動它 不要壓到它 我有事 你看 起來了對不對 你看 他們都好乖在上面 講話小聲一點 講話小聲一點 但是呢 友朋自遠方來 無意樂乎 我要把小蜜蜂們 送給我最愛的朋友 哈哈 不要動啊 你不要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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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會害怕嗎 會害怕嗎 感覺怎麼樣 害怕嗎 感覺 想回家了 想回家了啦 想回家了 不會不會 那我再給Chris一個任務 聽說呢 其實小蜜蜂在我們的手上 是沒有任何的這個危險的 對不對 可以試一下嗎 你不要動啊 你手不要動啊 真的嗎 你手放低一點 真的 放低就可以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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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Chris不要動 感覺 我換他一怕啦 感覺啦 不會不會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烈之有勝 不絕為勝 而我的壞則在於 不知不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Chris 去捧那堆蜜蜂 當然事後我才知道 是我點的火 不過 芳魚絕非貪生怕死之徒 Chris已經過關了 接下來當然是 阿翰 好啦 好啦 我捧就是了啦 我手在吹電風扇 還有心要多一些嗎 好多翅膀都要手上拍來拍去 阿翰 阿翰 你看 阿翰 阿翰 經過這次的體驗 我相信 在強大的外在壓力之下 人的潛能是可以被激發成長的 而且善意的對待 即使不是同類 和平共處才是共存的方法 當然想要全身而退的我 最後還是被叮了 黃姐告訴我 蜜蜂在本世紀之初 再次對人類發出警訊 蜂群的神秘消失事件 讓許多生態的研究學者大為震驚 根據專家的推估 陸蜜蜂完全消失 人類將在之後的四年隨之滅亡 原因很簡單 因為所有的植物 將因無法正常受粉而滅絕 所以環境保護真的很重要 好啦 經過了辛苦的付出 黃姐還請我們享用了 最新鮮的蜂蜜 那滋味真是鮮甜芬芳 不過 Chris 我都有一個共同的結論 很興奮 但我不會再再做一次 我也是 享用了最原汁原味的 天然蜂蜜 所調製的果汁之後 接下來 阿翰和Chris 說要帶我到另外一個 來雲林一定要去的地方 方宇為了名譽補你了 吃披薩吃不夠了 帶你來吃一家 五十年的老冰店 這在地人才知道 烤得來的口味 你說吃冰啊 五十年的老冰店 好普通喔 這五十年的老冰店 你要吃看看就知道 你有吃過嗎 很好吃 真的還假的 吃看看你就知道 內行人才知道的地方 你不要糊弄我啊 我相信你們 真的 吃看看就知道 吃看看就知道 對啦 那也是覺得他們的冰吃得更慣 對 我們吃冰店有的冰店是怎樣 大行有啦 桂圓啊 花生啊 冰淇淋啊 冰淇淋啊 大行都有啦 就像這家 就像這家冰店的老主顧所說的一樣 他們吃了三十幾年了 怎麼吃還是這家傳統冰店賣的冰最吃得慣 而且店裡面的人氣商品就數這款了 賣了五十年還在熱銷的超人氣冰磚最為暢銷 唉 這麼不起眼的冰磚可以常賣五十年歷久不衰 我想啊 原因可能只有兩種 一是我故意 二是無聊 光站著看沒用 上吧 你看你看 老闆娘他們在包 就剛才那個冰磚耶 老闆娘 現在都在包冰磚對不對 你在包什麼口味 牛奶 牛奶口味的 你看 這個牛奶口味呢 我剛有試喔 我發現呢 這個 可以給我嗎 我發現呢 它的餅啊 跟一般我以為看到這個顏色就覺得 它是蘇打餅 可是其實老闆娘這不是蘇打餅吃起來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自己訂做的 那是什麼 什麼餅 這個也是算牛奶餅乾類的 但是我們自己訂的已經三十年了 那它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它很奇怪的是 你看一般的蘇打餅它是軟軟 它這個會融化 我手有溫度 它就會有點倫倫 可是妳這個不會 這個不會啊 汁酒不會膩 這個不會膩 再吃一口 真的嗎 妳聽得到嗎 烤烤的聲音 但是它縱使呢 它冰融化 它的餅也不會軟掉 還是就是很硬的感覺 對不對 對啊 這個牛奶奶粉都買最好的 頂級的 牛肌蘭的 它有好在哪裡 因為牛奶最小的 大家的孩子都吃的 牛奶看來我們買最好的 牛奶成分 最重要就是看它的頂級 我們買最頂級的 答案總算揭曉 原來這款常賣五十年 歷經三代傳承的 超人系冰磚 之所以啊 可以賣那麼久 那麼長的原因 就是這麼簡單 英時兩個字 一語道破 不過我還是很好奇 一種產品賣了五十年 現今接手的第三代 他們究竟是怎麼看待 家裡祖傳三代的 老本行 無敵冰磚 哇 好多口味喔 欸 你是小老闆嗎 還是 冰店少東 冰店少東 冰店小開就對了 對對對 好多好多種口味 總共有幾種啊 五種 看一下它蠻帥的 蠻帥的啊 欸 好綿腆 欸 那那麼多種口味 你有常吃嗎 呃 偶爾 偶爾 那你會推薦我吃哪一個 一定要吃 花生的 花生口味 對 是哪一個 綠色 你看 你看到它 你不覺得它 很厚嗎 是喔 我吃囉 嗯 花生的味道好濃喔 對啊 我們是用那 某家知名品牌 最好的花生餃餃去製作 Chris覺得怎麼樣 很膩 小老闆 你們這餅乾有特製嗎 有有特製 怎麼說 嗯 那是從我阿公 用某些原料 哪些原料 像他製作的餅乾 牛奶奶 你阿公 那你阿公是誰啊 我阿公他 早期是在堂堂上班的老員工 他又是化鹽脂 所以調配原料 很有研究 那所以我們現在吃到的 不管牛奶啊 巧克力 我的花生的配方 都是你阿公調的 對 那到你第三代 你也沒有改過他的配方 我沒有沒有改過 對對對 所以我們來這邊 我沒有像我阿公那麼厲害 小老闆很謙虛 而且啊 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擴大行銷之餘 年紀輕輕的他 就懂得守成 也是經營的學問 而老兵店之所以能夠歷久迷奸 就像老闆娘所說的 客人啊如果吃習慣了 成本再高 不能壞就是不能壞 不過呢 變與不變之間的拿捏 是很重要的 待會就讓我們帶你去看一個 危機中找生機的行業 純手工 對純手工可以了 我要吃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你自己吃的 我要一個瑞士捲草莓的 然後還有提拉米薯 冰淇淋 還有熊貓的海綿蛋糕 謝謝 哇好像很好吃耶 我發現你們兩位真的是不錯 果然是在地 介紹我吃的東西都超好吃的 當然內行人都要帶你們去 內行人才能去的地方 所以剛才已經去吃好吃的冰 現在帶你們去看一種特殊的東西 再去看看 不多說 走囉 走 我們去看看 我要吃 我要吃 我要吃這個 阿翰 你太了解我了 當然就是帶你來這種內行人 才來的地方 對 你知道我對甜點 毫無抵抗能力 在台北不管是什麼 亞叉客 白叉屋 只要我經過我都會進去 就是買個兩顆出來吃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先點幾個來吃 可不可以 我要那個 我要那個瑞士捲 還有這個 他鄉欲固執 而且懂得吃 這阿翰啊 活生生就像我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優租請求 他馬上就應許 你看啊 這一幕子可苦誘人蛋糕 先點他個半打十個 客寶呢 再向大家一一介紹 我要一個瑞士捲草莓的 然後還有起司蛋糕 提拉米薯 然後冰淇淋 還有那個熊貓的海綿蛋糕 還有一個那個紅色的西瓜 好 會不會太多 好 快點快點 迫不及待 我要吃 對對對 謝謝 不要說我小氣 分你們一人一個 分你們一人一個 謝謝 那我先來吃我的起司蛋糕 大家一起吃 一起吃 喔 好像很好吃耶 怎麼這麼輪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我們毛巾製成的 那我們公司呢 就是 你看得到的 我都有負責教導你們 都全部沒問題 讓你們學會 你是說它是一條毛巾 是 變成這樣子一個起司蛋糕 毛巾 對 你沒有看錯 在這裡看得到的都是毛巾做的 雖然厲害呢 但也可恨啊 不過究竟是誰的點子 把一張張不能吃的毛巾 做得這麼可口誘人 而且你看 阿公啊 阿嬤 飢荒似的沒命的牆 不行不行 既然來了 我還是得搞懂它 大姐告訴我 在這裡有專人可以教我們 怎麼製作毛巾蛋糕 走 上樓DIY去吧 哇 哇賽 你們看 好大的三層蛋糕喔 不知道這要多久 那邊有寫 它浴巾八條 方巾九十條 耗時六天才完成耶 直徑有120公分 那就等於四十寸的大蛋糕 我覺得這個蛋糕 你有沒有覺得根本就是 整人蛋糕的旗艦版 讓人家口水直流 可是卻不能吃對不對 剛才 Chris都沒有吃 兔子送給你 吃一下 好了好了 你好 你好 您是 我是這個DIY教室的小老師 就是剛才姊姊說的那個 毛巾達人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剛才樓下看到 不論蛋糕啊 或者是那個熊貓啊 那個瑞士捲 你都會做 對都會做 真的嗎 你確定喔 我手很笨喔 這兩位也都大男生 OK 都不會喔 都不會喔 那靠你了 就是要來體驗 好 走走走 走走走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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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速度對不對 我們的起司蛋糕就好了 太厲害了 那那邊那兩位現在什麼情況 蛋糕變罵 真的耶 蛋糕變罵掌了 你放在盒子裡 我看一下有沒有一點樣子 你這個罵掌 你這個蛋糕有點像是 怎麼說呢 掉到地上有點 啪 就是有點 你懂嗎 有點開了的蛋糕 那Chris耶 做到一半啦 還沒有好啊 好 那我也要把我 另外一半完成 我看可不可以像老師一樣 這麼厲害 5 4 3 2 1 加油 要像老師這麼快不難 只不過可口的蛋糕 可能會像Chris做出來的蛋糕 你看啊 像不像摔過的李倒貴 這什麼情況啊 這也差太多了吧 你看一下 這 Chris Chris 感覺呢很像 放太多天已經有點發泡了的蛋糕 所以我覺得 老師啊 達人啊 這不是說手巧呢 他們會做披薩 他們就會做蛋糕 對 不然呢會做成這樣子 孵不出蛋來啦 大家好 嗨 你好 你好 我先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們公司的那個 真正的毛巾達人 毛巾達人 你好你好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歡迎大家光臨 那總經理是不是啊 對 是 總經理 那所以一開始呢 你們是做很單純的毛巾 就是我們平常洗臉啊 擦身體的毛巾喔 對對對 那怎麼最後會想要做成這樣子的這個idea 台灣毛巾喔 受到這個大的毛巾這個衝擊喔 都全部萎縮下來 那我們因為要求生成嘛 我們就想到說 那個草莓可以做光光鬼啊 什麼機組什麼都可以做光光我們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創新一點來一點 延續我們的生命 所以說在這個去想一個idea之中 我那個兒子三個兒子一個女兒 他每一次吃飯的時候想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那個蛋糕毛巾啊 結果去想出來這個 第一代的蛋糕毛巾就是都會演的毛巾 就像林總經理所說的 1972年到1980年的 湖偉地區毛巾工廠林立 出口總值呢 居於全省之館 因此啊 當年的湖偉素有毛巾王國的美誉 不過近幾年來 受到外來劣質毛巾和低廉工資的衝擊 曾幾何時這個到處都是毛巾工廠的小鎮 一家接著一家島 就像是走入夕陽的傳產工業 不過啊 危機中的轉機通常都指給不怕艱苦的人 老總說當年他們面對危機的處理方式就是發想 然後立刻轉型 鄉下渡河 節流而過 明快不拖泥帶水 也許就是他們能保留本業 並在夕陽裡創造新契機的原因 唉 說得我自己呢都好感動喔 不行 出門一天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蛋糕又是假的 肚子好餓喔 先密食再說 哇 我們今天一整天呢 從天亮晚到天黑啊 吃了冰磚 喝了檸檬水 又吃了蜂蜜蛋糕 吃吃喝喝一大堆 可是呢 現在呢天也黑了 感覺肚子現在真的餓了 怎麼辦 那我帶你去吃一家叫三瓦地卡的料理 來吃看看 填飽你的肚子 三瓦地卡 什麼是三瓦地卡 你停不動就到了 他說 就停不動啊 三瓦地卡 就在前面而已 我們走進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前面 不會很遠喔 我真的餓了 我進門店一下就到了 三瓦地卡 是什麼啊 哇塞 這個車子還停蠻多的啊 三瓦地卡 你糊弄我啊 搞什麼神秘 三瓦地卡 就是三瓦地卡嘛 國際語言 誰不知道啊 所以是吃泰國菜的是不是 沒錯沒錯 聽說這是一個泰國人開的餐廳 所以味道很道地 所以我才帶你來這一間 在雲林吃泰國料理 我覺得蠻奇特的啊 肚子餓了 不要再說了 快點快點 是的 今天晚上我們的晚餐 正式 三瓦地卡的正宗泰國料理啦 大老遠跑到雲林吃泰國菜 總是怪怪的喔 不過呢 Chris倒是信心滿滿的 跟我拍胸脯保證 說這裡的菜好 人慣 啊 不 是菜好 人不賴 我的媽呀 邊吃邊聊 好好吃喔 吃飯喔 耶 哇塞 滿桌的泰國料理 哇 看起來呢 好好吃喔 可是你知道嗎 這家店的老闆娘更可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是有兩位 來自泰國的美女老闆娘 那個說就是開的這家泰國菜對不對 就是兩位 哇塞 阿瓦地卡 阿瓦地卡 沙瓦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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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菜就讓我愛生它 唉唷 檸檬魚 兩半花枝 還有蝦醬空心菜 咖哩雞 這麼多的菜色 我們冒著撐死的危機 還是要繼續給它點下去啊 不過呢 大家這一次啊 真的吃得太撐了 好像呢最後有兩塊蝦餅還沒有吃完耶 神啊請原諒我們 下一次會點少一點的啦 現在可以試試看那個味道嗎 對 你試試看 所以採收也是採那個紅色的是不是 對 都可以吃就對了 對 可以 很奇怪耶 對 怎麼會這樣啊 好多錢 一家我都會跟你介紹 因為齁 我這裡都是我的招牌 超好吃 人家都很愛吃 你介紹一下 例如呢 這個就是焦麻雞 焦麻雞 人家啊 這個焦麻雞嘛 一定是好吃的啦 但是現在我認為呢 這兩個泰國來的大姐更可口了 你看啊 他們長得很胡偉喔 一口的雲林腔 這對姐妹花 到底是在台灣住多久啦 吃泰國菜一定會有的嘛 是是是喔 你如果是說泰國菜 大部分都不喜歡 不喜歡 大家都是大師奶鮮 嗯 老闆你怎麼說這麼多 我聽到有一點就是 好綠綠 不好意思啊 我用錯形容詞了 無沙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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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真的是無沙達耶 泰國老闆娘 徹底融入了在地的文化 真的做到你說台語買通的境界 反而啊 是我這個台北來的小姑娘 一口台語呢 是講咖哩哩啦 不過啊 這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 特色泰國料理 也正是老闆娘姐妹花 驚心為台灣朋友 獻上的在地泰國料理 你看起來就是很台灣人的臉 你好 是真的跟台灣人很無聊 你來台灣是多久啊 你來台灣啦 所以你們兩個是嫁來台灣啦 我嫁啦不是嫁啦 這真的是一個讓人愉快的夜晚 就像他鄉遇故知一樣 我和Chris還有阿翰 在故鄉遇見了來自他鄉的知音 因為我覺得即使來自泰國 這兩位大姐卻完全融入台灣的生活 那一夜啊我問他們 多久沒有回去泰國了 大姐說五年多囉 因為回去呢會覺得住不慣 不敢說他們比台灣人更愛台灣 但是從他們的言語之間 我深深的覺得 他們真的很喜歡台灣的生活 看他們在招牌上寫了一行小小的中文 台灣人吃的泰國料理 你看多麼有台灣的精神 喔對了 他們的椒麻雞很讚 還有它的洞秧也超棒的 當然這裡還有其他的菜 也都像這對來自泰國的姐妹花一樣 嘎嘎的泰國身段 濃濃的台灣香氣真的好棒 今天一整天的Schedule 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好滿人 不能去了好多的地方 認識了好多的人 所以現在的我真的好累 不過呢一整天的Ending 也不會寂寞喔 因為旁邊有一條好美麗的小溪 要陪著我 一定可以有一個美麗的夜晚 晚安 好香喔 哇 你知道嗎 在什麼叫做呢睡了一個香甜的覺 在谷坑這邊呢 我享受到了 現在我要讓我的幸福更上一層了 伴隨著這個纏纏的流水聲啦 這就是最正宗最道地的谷坑咖啡對不對 對 大哥那我現在要喝一下喔 看看是什麼樣的味道 我 把這裡很舒服啦 把這裡很舒服啦 我 你知道其實我是不喝咖啡的人 可是 這樣的一口 整個那個喉頭到胸口 整個都暖起來了 而且它不會有 我很怕的那種味道對不對 不會酸 又不會 不會到苦 對 是那種很醇厚的感覺 我也不會說 這一位呢 就是民宿的老闆廖大哥 欸廖大哥 我喝的就是 你們自己種的谷坑咖啡嗎 對啊 那其實谷坑咖啡呢 它就是跟一般的咖啡不一樣在哪裡 不一樣就是我們這邊是在 北圍龜線附近 像北圍龜線是在水上嘛 我們在台灣以北 所以我們這邊就比較那個 咖啡印度比較少 咖啡 難怪就是我覺得 骨坑咖啡呢 沒有那種很重 會讓人家覺得 喔好烈的味道喔 對 一般不苦它會有一種酸味 對 如果有酸味你就會心際一樣 喔 所以心際是因為酸味 酸味 那有咖啡層 這個是咖啡豆對不對 對 這咖啡豆是自己種的咖啡 對 然後現磨的嗎 對 昨天才剛烘好的 剛烘好的 對 好香喔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對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那廖大哥 你說是你們種的 那 採咖啡也是你們自己採嗎 對自己採啊 那我可以去看看 骨坑咖啡到底長什麼樣子 到底種在哪邊 到底怎麼採下來 可以變這麼香醇的咖啡 等一下我可以解釋給你們聽 解釋給我們聽對不對 好 那廖大哥 我們一起來享受好不好 好 夜宿骨坑 一早又能喝上一杯香醇的咖啡 真的是太幸福了 入了寶山 豈可空手而回呢 而且啊 和Chris約好的時間還早 走 來去採咖啡了 大哥 這就是咖啡豆嗎 對啊 現在是剛好 剛剛才開始紅而已 嗯 如果在半個月 就整串都是紅的 哦 你說 紅的就是成熟的 對 就是像這樣 對 啊今年是開有開比較 比較多 比較多啊 對啊 像這個就是去年的兩倍 去年的兩倍 對 所以它其實沒有受到風災 沒有 我們這邊沒有 影響是不是 那不知道 現在可以試試試看 那邊有沒有 所以採收也是採那個紅色的 是不是 這個皮是甜的 蛤 所以這個都可以吃就對了 可以 可以 他說這是熟的 欸 欸 很奇怪耶 對 嗯 欸 也是甜的 怎麼會這樣啊 我不要 就是先吸引你 先吸引我 用甜甜的先吸引我 然後呢 對 所以我覺得難怪人家會說 咖啡是一種有層次的東西 對 它從果實的時候呢 就開始給你成是 皮是甜的 對 然後呢那個綿綿的那個 稠稠的那個汁液是甜的 對 可是呢泡了之後 烘乾之後 很多程序之後 喝起來是苦的 對 很難想像香醇濃郁的咖啡 在熟成之後 既然是帶著濃濃的香甜 而且呢 是口感有一點滑舌的果粒 大哥說啊 這就是自然界裡 散播種子的原理 大哥說它的咖啡源 是採有機的栽種方式 所以呢 在結實累累的咖啡樹上 到處你都可以看到 其他生物的記住喔 而不以濃績做多餘的控制 也正是骨坑的 阿拉比卡咖啡好喝的原因 不過啊 更讓我驚訝的是 熟成的紅色果實 竟然那麼好吃 這一天的開始 真的是太順利了 哇 剛才喝完咖啡呢 精神都來了 欸你看你看 找到了 就是阿翰他們的披薩車 所以呢 要進去找他們 應該在裡頭阿翰 阿翰 阿翰 Chris 欸在這邊 哈囉 欸趕快來趕快來 哇哇哇 好努力的 在準備食材 在切這蘑菇嘛 對 那這是什麼 熏肌 培根 培根 所以這些都熟了 對最近熟了 你看你看你看他切的速度 比我媽還厲害 可是我跟你講 有一個人更厲害 這裡這裡 Chris 你現在在切洋蔥對不對 對 你切一下你切一下 你看他的手勢 不愧是廚師喔 好厲害 一個大男生 比我這個什麼都不會做 你知道 厲害一百倍 那這些食材 這個是洋蔥 還有這個是番茄嘛 你看 好漂亮喔你看 這是當地的嗎 要看季節 像番茄 有一些季節是新港這邊的 洋蔥的話 有時候是東市跟寶中那邊 會產洋蔥 所以說因為現在 盡量使用當地的 就是比較對食到西 你就會挑哪邊的這個 說真的我越來越崇拜 這兩個大男孩了 Chris說當初他和阿翰 決定一起創業時 兩個人就說好 所有的食材 不要迷信外國進口 一定要在當地取得 一來啊可以保持貨源不斷 其次可以照顧當地的產業 能力多大不知道 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心 這就會有一點中西合璧的感覺 雖然是用西式的這個料理的做法 可是呢 卻跟台灣的食材做一個 在地的食材做一個結合 有台灣精神的披薩 我可以試一下嗎 你看我這樣用 它都沒有變大耶 怎麼會這樣 這煎那麼慢 切太慢了喔 對對對 如果你切得很慢 我可以買洋瓶瓶 洋瓶瓶而已一天 蛤 你切我慢 你切放一切 你切放一切 好不好 還比較好 謝謝 他切我好慢 這個師傅一出手啊 變質有沒有 Chris你真的切得比我快耶 難怪他剛才說 我切了可能一天只能賣兩片 你看速度好快 算了 我還是吃我的番茄好了 加油 對Chris和阿翰來說 開店之前的前置作業啊 就像打仗一樣 沒有錯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準備好部分的食材之後 接下來就是當日限定的重要食材啦 阿翰 這個不是傳統市場嗎 我有點驚訝耶 喔 這一攤啊 對 你好你好 我這Chris也認識嗎 對 老闆娘 阿翰做什麼耶 一種Pizza啦 一種Pizza耶 對啦 阿翰啦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我一直以為說你們是這種西式的Pizza 義大利式的Pizza 這種東西應該食材或者是 感覺上這個食材的採買會在那種很 素習的那種超市 可是竟然是跟傳統市場採貨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傳統Pizza的觀念 他們也是盡量都使用新鮮的食材 所以其實跟傳統Pizza我們的精神都是一樣的 他也是使用新鮮的食材 所以這就有一點中西合璧的感覺 你知道嗎 雖然是用西式的這個料理的做法 可是呢卻跟台灣的食材做一個 在地的食材做一個結合 有台灣精神的Pizza就對了 鄉親啊 這就是愛台灣啦 沒有錯 有朋自遠方來 當然要讓咱們的老外朋友和我們一樣 愛上這片土地 你看啦 這又大又欺的Toutube 還有這個活跳跳的在地白蝦 還有還有啊 這個肥的不像話的鵝啊 光這三樣呢 Chris就應該深深的愛上這片土地了吧 別以為我在開玩笑喔 我真的是這樣認為欸 鵝啊Pizza有嗎 管他的 牛吹不破等於自盲 好了啦 限定時限也買齊了 跟著Chris和阿翰 開店賺money去吧 行動Pizza 準時開張 沒密室的忙碌依舊 排隊的人群和昨天一樣多耶 Chris變得非常安靜 阿翰還是一樣的把餅皮 高高的拋在半空中 不過啊 我真的是很好奇 生意這麼好 一定還是有一些 不是那麼想當然耳的事情 哇這個好像力氣要很大耶 這個麵粉的筋度很高 所以很Q 那他這個是比如說 是用什麼第一筋還是中筋 就是怎麼 這個配方呢 高筋 是高筋麵粉啦 所以感覺好像 我可以試一下嗎 因為 我看你好像 我就覺得很快就趕了 可是我發現你 就是你都要帶這個東西 職業傷害 欸真的欸 你看我這樣用 他都沒有變大耶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又會收回去 一行有一行苦 一行也有一行的辛勞 Chris和阿翰才開店九個月 但拼命付出的他們 每天從早到晚 光是應付客人啊 就已經應接不暇了 身體的疲勞呢 就更是不在話下 不過一天的辛勞 總算是結束啦 阿翰和Chris說要帶我去打打牙記 順便犒賞一下自己一天的辛苦 哇工作完了喝一杯冰涼的啤酒 最過癮 來來來來 謝謝謝謝 先喝一杯先喝一杯 謝謝謝謝 Cheers 好涼快喔 我今天跟了你們兩個一整天了 我發現啊真的好累喔 我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去上班 會不會 工作累是一定會的 不過只要樂在其中的話 怎麼樣都不會累 其實像我們 有時候我們做Pizza 客人拿到Pizza之後 他對我們笑或是 他覺得稱讚我們一下 我們就覺得 這就值得了 我們做Pizza就值得了 其實怎麼樣都不會累 要樂在其中 我覺得你即將會邁向Pizza達人的這個境界 可是這位先生就不太一樣 Chris 你跟他一樣想法你很快樂嗎 對啊一定很快樂 真的還假的啊 就像Chris所說的 因為他熱愛他的工作 所以他和阿翰從來都不覺得累 快樂的事情簡單做 辛苦的日子才能天天過 老闆遊台灣陪你一起快樂生活 我們下次見囉 這個他就不敢吃 他看到這個紅色就嚇到了 對 那WASABI那種辣你可以嗎 WASABI不一樣 你怎麼會想要帶他來 他既然住在台灣 就是要了解台灣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就有一個感覺 有很多人 對… 到時候 一樣抱歉 你還好 你還開心 我懂了 他把來海產店當成一個派對 就是他們收工之後開派對的地方 就是他們收工之後開派對的地方 對的地方 朋友都說